陳建仁院長 請陳院長備詢 午安 恭喜大選連任 謝謝 即使是連任我們還是要從選前 我們選前的院會其實我有質詢 就是關於2025年的台紐經濟合作協定 會導致就是紐西蘭的紐乳林關稅的進口 那就是2030年7月時候 所有台灣諾農他們的連署書 他們希望政府可以協助他們 把他們找到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 那我想請問 去年我們也是同樣就是我們三位 那我想要請問 當初我們的目標 是希望台灣的牛乳自主力還是可以達到七成 那以目前為止 你們的目標有沒有改變 選前選後 我想這件事情我們 部長有積極的在跟洛農 有做相關的討論 我請他做一個回答 好我跟那個委員說明 就是針對 那個台灣的一個牛乳因應 那個台紐的一個自由 自由林關稅進口的部分 我們大概已經 從去年的九月到現在 大概已經開了大概六次的會議 跟洛農本身的一個協調 那我們也寧定了整個一個洛農的一個精進的一個計畫 抱怨了 那主要的內容大概分為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委員所關心的 就是我們未來台灣的牛奶本身的自給率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國內的牛乳的部分大概是四十六萬噸 但是在短期之內 因為我們現在把一些比較寡產的這個乳牛 做一些淘汰 讓我們的養牛的那個集乳的效率提高 所以我們的自給率當然目標還是會在九成 但是這個九成我們會先把牛奶的量從四十六萬噸 因為我們現在的魚奶量是不是很多 因為從我們夏季的牛乳開始 就發生了公過於求的這樣子的問題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目前怎麼解決 所以我們我們就是 所以你們當初在選前 有承諾諾農協會 承諾那些諾農的朋友 你們要補助每一頭牛 就是淘汰乳牛二點五萬是不是 對我們就是寡產的牛啦齁 不是全部就是他 殘乳的量比較低的這些牛齁 寡產的牛我們會有一個就是 淘汰的一個機制 對有一個淘汰的機制 那淘汰部分我們會做一些補助 那同樣的就是 那補助是多少 我們現在原來規劃大概是兩萬五左右 但是我們整個的經費齁 現在在抱怨在審的當中 還在抱怨 最後的經費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為 洛農爭取最大的一個量 會不會跳票 他已經在申請了嘛 會不會跳票啊 院長會不會跳票 當然我們說話算話 不會跳票嘛 那我是不是再請衛福部長 因為其實我們在上一次的時候也提到了 就是說如果未來紐西蘭的這個牛乳 進入了台灣的能量系統 你們兩個說法是不一的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檢驗的標準 已經合而為一了沒有 不要在台灣裡面搞兩制嘛 一國兩制嘛 我想齁 基本上我們第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要讓我們的消費者認同我們台灣的牛奶 所以我們針對標章的部分 台灣乳的標章的部分 我們已經重新設計了 而且也經過肉籠跟消費者本身的一個評選 那是就台灣鮮辱的部分 對台灣的部分 那但是如果進入冷鏈系統呢 未來紐西蘭的牛乳 如果進入台灣的冷鏈系統裡面 當初我們衛福部 薛部長也是薛部長嘛 你說以目前你們的檢驗方法 是沒有辦法區分 紐西蘭的牛乳跟台灣的鮮辱耶 我根本不能報告 這部分在續產會 我們本身的續產試驗所已經開發出來的 台灣乳跟國外進口的乳的一個區別 這個技術已經有了 那如果他們是mix 就是說在冷鏈系統裡面已經mix 那你們有辦法檢驗出來 我們可以查得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透過標章的方式 但是未來 但是你們的續產所可以 但是未來到了市場以後 甚至到了各縣市以後 都是由衛福部以及各縣市的衛生所 去做積合的工作對不對 對 不過這個要標示啦 從近來開始就是 我知道 可是未來到時候也會有積合的動作啊 那積合的動作是採衛福部的標準 還是採農業部的標準 我想整個的標章制度是由衛福部這邊規範的 那進口跟國產的區分 只要它是混的 然後沒有標示的時候 那就是違法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要跟委員說明的就是 違法 違法是一件事情 我當然知道 只要混的就是違法 但是 如果混的 你沒有辦法查的時候 那你怎麼知道它違法 我跟委員說明齁 後市場的茶那個是 需要比較耗費大的人力跟物力 所以我們現在設計說 我們在源頭的時候 爐廠的時候 我們台灣爐標章的時候 用這樣的一個標章去做一些區隔 然後有這個標章的話 就一定是用台灣爐去製成的 現在我們也有標章啊 委員你現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這個牛主的履歷 然後有牛主的標章 然後看是台灣牛 還是有新的牛 你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有一些人 少數的人 他會去混混用 但是混用抓到 那當然就處罰 問題是怎麼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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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 我們現在講檢驗的方式嘛 問題是到時候是採 怎麼樣的檢驗方式嘛 那農業部應該 既然農業部現在認為 他們已經有辦法查核 這樣子 就是把就是 未來外國的牛乳混沖成 台灣的鮮奶的時候 那這樣子查核機制 總要給大家知道嘛 那也要讓 你們要跨部會合作啊是不是 我想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有跨部會的合作 包括我們的檢驗的技術 去年的時候 衛福部還沒有 他還沒有辦法查核嘛 你今年你才 你才告訴他們嘛 我想要知道的是 他們有沒有辦法用你們的技術 沒有我們的技術 一定要經過衛福部這邊 經過一個程序認可以後 就變成一個公告的 法定的方法 那透過這個公告的方法 就可以去查驗 而且不是續展試驗所 我們會把這個技術 現在已經 我們現在已經在申請 就是跟委員會 現在在申請 什麼時候會完成 我覺得如果審查得快的話 應該兩三個過往的經驗 大概兩三個月就會確認了 確認了以後我們會把這個技術 給相關的像類似SGS的其他的 能夠做檢驗的單位 這樣的話 那個檢驗的量能才能夠提高 我知道啊 我就是在問你說 你們這個部分要統合清楚嘛 是不是 到時候 到時候檢查的才不會標準不一 不會一個作法啦 不會啦 這個政府是一體的啦 對啦 去年是因為還沒有這個方法嘛 那現在已經統一了嘛 所以 委員你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不會 各步走各的路 一定是整合在一起 還有我們還提到了就是畜牧業的廢棄物喔 那不只是就是不只是一般的廢棄物 甚至是他們的糞尿的這個廢棄物喔 其實目前民眾對於這些廢棄物的處理方式 還是大有疑慮 那是不是在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辦法 這是農業部跟那個環境部嗎 在世界上你們有沒有辦法採取 更先進的做法 減少那個味道的產生 減少這些廢棄物的處理廠 變成嫌惡設施 有沒有辦法處理到這種 我跟委員說明齁 就是整個 續產的部分的這些廢棄物 我們現在把它稱為農業剩餘之財 因為它還可以再利用的部分 再利用的部分 然後這個再利用的部分 我舉個例子就是 養豬場本身的那些過去一直被詬病的那個 前去那樣的污水 我們現在用高床的處理 高床的處理的話 就減少的用水 那相對的它整個污水量就會變少 然後把這些 那個情緒分量本身去發變 對我知道 那你們你們到底處理了多少 我們現在 我們彰化線你們處理了多少 你們補助了多少蓄設 你們做了多少 這樣子高床的設施 減少 減少 就是這樣子 就是 他們這些制裁的 我想彰化的部分 我可能要查 但是 以整體來講 就是整個序幕場裡面有 大概有四 應該就兩千多場在申請 在改建 那 totally大概有五千多場 所以 已經將近有三成的 全國來講 將近有三成的這些養豬場 已經在做這樣的一個改善的部分 彰化有多少 彰化有多少 彰化我想 我們彰化 我們彰化的幕僚單位 可以趕快把數字給你啊 彰化的幕僚單位 可以趕快把數字給你啊 數字給你啊 對啊 質詢完我們再給委員報告 對啊 那環境部呢 環境部你們到底在協助這部分 你們還是用潮運車 那有沒有更先進的方式呢 因為潮運車去運送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會產生 就是不必要的味道啊 或者是張亂也好 那怎麼樣子減少這部分 給謝委員報告 這一塊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在地 把它做一個行環的應用 而不需要再用潮運車 運到其他地方去處理 所以這一塊我們會跟農業部 那如果你們現在已經 未來你們預估的方式 是採用在地利用 我甚至不知道 你們在地利用這個方式 到520之後會不會改變 這個政策應該是不會改變 因為資源的循環 事實上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院長能確定嗎 我想這個農業沒有廢棄物啦 農業資源這些 剩餘資產的這個再利用 我們是一定是一貫的 而且不管是在現在或者520以後 當然是因為還是仍然同一個政黨在直勝 怎麼可能會改變 我給你看下一張 你看這個 這個是2024年1月22號 我們嘉義縣的翁縣長他說的 他說在嘉義台唐有非常多的地 可以歡迎台積電來利用 那我想請問 為什麼我們在選前的時候 也積極在爭取 我們彰化縣也有非常多台唐的土地 那甚至在這個我們20 也希望設置20精密機械園區 那像設置20精密機械園區這樣子的 難道是台唐的農地發展成工業區的條件 是不是跨縣市有不同 選前選後有不同 到時候換政府 就是換政府執政的時候 會不會有不同 委員你講話不必要這樣講 我想讓我們部長來說明 我先跟委員說明 就是20機械的精密園區 事實上在97年就開始有一些 相關的一個環評的一個審查 那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個園區裡面 他有所謂的兩種鳥類就是 那個黑尾菸還有一個燕痕 這兩個保育類的鳥類 必須要做適當的一個解決方案 讓這個棲地能夠得以維持 那目前為止到了 大概去年12月的時候 彰化縣政府提供的這些解決方案 並沒有做任何跟他之前 所提出來的改的說法有改變 換句話說 在這個兩個保育類還沒有 還沒有把它找到解決方案之前 那個環評的二階的環評 他大會是沒辦法召開的 所以現在是目前的卡關是在 整個保育類的部分 那我們農業部會跟彰化縣政府 我們也提過了 我們會跟我們的生物多項性研究所 一起來努力 把這個解決方案把它找出來 過去我們在發展 其實這已經很久了 在王惠美縣長之前 甚至在那個魏明谷縣長的時候 都已經提出這個惡靈經濟機械原始 那時候都沒有提出有這個 保育鳥類的問題 可是為什麼突然之間 就產生這個問題 甚至我們就是發現說 沒有 那個環評大會在之前 好像都沒有提出相關的問題 但是我想要請教的就是 為什麼在嘉義 是台積電可以使用台塘的農地 而我們二零的經濟機械原區 沒有辦法使用台塘的農地 那是不是跨縣市有不同 還是 當然不是 以農業部來講 還是產業不同 我們以農業部來講 我們是針對土地本身的一個可利用性 跟它土壤的質地 我們不會去管說 地上物是台塘的土地 或是私人的土地 或是國有地的部分 這第一個要說明 第二個要說明的就是 我們在針對用地 我們一定會跟產業 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做一些相關的配合 但是在配合的過程中 我們會針對裡面 如果說有有機的栽培區 我們就會去提醒 如果你要做一個園區 就一定要想辦法把有機栽培園區做妥適的處理 那如果裡面它有保育 有棲地的必要性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做提醒 那如果說提醒過了以後 它有做適度的一個解決方案的時候 那通常就不會有問題 以二林精密園區來講 我們在一百年的時候 就已經同意它做農地變更了 對 我就說它本來在之前 它就已經同意要變成 就是精密工業園區 但是那個王美化部長已經在後面等 給他講一下好了 那是不是就產業別有差別 到底我們台灣的精密機械產業有沒有前景 還是以目前來看我們的電力上漲 可能未來也有碳費的問題等等的 再加上我們跟周邊國家的關稅貿易協定 以及雙方的關稅貿易協定都沒有簽訂 再加上地緣政治的問題 讓台灣的傳產都發生了非常重大的結構性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經濟部就乾脆讓這些隱形冠軍 讓這些傳產讓他們自然淘汰 沒有辦法有生活的問題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我們其實非常重視委員提到這些產業 那我們也希望它能夠升級轉型 那委員提到這個二林精密園區 因為它兩個步驟 有一個是都市計畫的這個變更 那另外一個是環評的問題 那因為這兩個部分呢 都市計畫部分 目前內政部在幫忙審查當中 那因為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這個彰化先生有補一個資料進來 那內政部現在在審視 那環評的部分呢 那這個部分環評這邊也希望我們跟農業部在做磋商 那所以整個步驟目前是還在進行當中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常常在環評也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目前的這個二林科學園區的進駐率有沒有提升 那這個也會 就是說提升了以後就表示這個用地的需求一直在增加 那這樣也會對我們開發二林精密園區的需要性 也會比較有幫助 那所以這幾個問題的部分 那經濟部也會來跟相關的部會合作 還是你們就是默默的就把它移到嘉義啊 嘉義有嘉義的 嘉義的台唐的農地都比較不會產生保育類的那個動物啊 然後你看我們歐縣長講 我跟委員說明 沒有跟委員說明 全台灣的保育類包括它重要的棲地 我們有一個生態濾網的圖資是可以套圖的 這個生態濾網的圖資是我們 過去大概將近十年來不斷的去做重建 它的一個生態區跟保育區 特別是在因應未來的整個環境永續的面 所以在不同的地區不會說因為這個棲地 會因為遇到不同的地區就會移動 你如果再跟我講這個 那我再跟你提到了 那但是同樣的 我發現了 很多的光電業者 他們要在我們的濕地 就是方願鄉啊大城鄉等等的濕地 建立光電的 就是要設置太陽光板 那我問你 現在目前 如果像這樣子的精密機械園區 做的是比較有大規模的經濟 我也想要請問啊 那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為什麼有時候光電業者可以跟國產署 對於相關的農地來申請 變更成就是特殊事業用地嘛 做光電的生產 那為什麼有時候在這樣子比較重大 有工業就是有一些經濟前景的情況下 這種大規模的有產聚 那個聚落效應的產業 沒有辦法使用這些農地 而這些零碎性的可以使用農地 那這對於環境的影響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跟委員說明齁 現在目前以農地提供作為光電 用用使用的部分 大概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餘電工程區 那這個餘電工程區 大概兩萬零九百零五公頃 那第二個部分是不利耕作 其實是兩萬一千六百 兩千一百六十二公頃 那第三個部分是 大概是用農地變更的方式 這些地的圈出來之前 他都一定經過生態檢核 跟環設的一個檢核 檢核完了確定了他不 這裡面的區位是沒有 跟所謂的漆地 我們必須要保護的漆地有關 我們才會把它框出來 所以他有一定的 市長 我跟你說好不好 他們跟我講說 現在多少多少的光電 多少面積的光電 他需要申請環評 光電目前不是 是用環設檢核的部分 因為他對環境的影響相對跟 社工廠本來就不太一樣 那是需要多少面積需要申請環設 其實是區域的問題 那我們就跟農業部合作 來做相關的 因為我聽到的現況 我們都必須 我們都在這個 就是政府部門工作 那我們必須要了解實地的狀況 現況是 他們就化整為零啊 他們就把那個 就是同樣一個區塊 他們可以 申請設立公司多一點 然後分塊來就是申請 那減少需要面臨這種環評或環設的條件 環設檢核不會因為你的面積變小了 就不做環設檢核 就在我剛才說的 就在我們所匡定的餘電工程區 兩萬多公頃 我們已經初步做環設的一個檢核 比較低敏感的 但是你在申請的時候 同樣會再確認一次 不管你是一公頃或是十公頃 都還是要經過環設的檢核過 這個是在整個的申請過程中 一個必要的一個條件 以農業部來講 我們一定會去保護我們的農地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兩萬零九百零五公頃裡面的餘電工程 只用了大概兩千兩百多公頃 不到十分之一 不利工作區也用不到三分之一 就是因為我們持續在跟經濟部一起努力 有做一個非常嚴謹的審查 不會對我們生態造成一些影響 但是在過去的時候 在之前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你們都把國 就是說國產署的土地 或者是各部會的土地 都已經希望設定成 就是大家共同來推光電了 是不是 我知道說我具體 沒有我們一定是先盤出說 這個紅手是社光電 然後才會去推 如果那個區域是不合適 我們第一關就會被農委會打槍了 不太可能 我想部會是整合的 委員你會有你的懷疑 那是我是尊重 但是我要跟委員報告 在整個官電的發展上 實際上我們部會之間 都有很密切的協調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環境保育做得很好 而且呢 能夠發展官電的情況下 一起來推動 所以你會覺得 怎麼會審查這麼多這麼多 問題就是說 希望台灣能夠有產業的發展 又有環境的保護 通通能夠兼顧嘛 所以你這樣講片面的 實際上 不是 不是我們的情況 我們部會是合作的 我也是把就是說 目前民眾他們的想法跟你分享 民眾的想法有些可能不正確 我們必須要在這裡 就是要對於國家未來的政策 總是要在這裡達到溝通 達到全民共識的方向 謝謝你 因為我也看了 這是你們 這是台電的 再上一張 這是台電的 上一張 發電成本那一張 我們看到這是台電他的發電成本 那其實我們自發的電力 在再生能源 我們自發的電力是1.72塊 在2022年的時候 2023年的時候是2.53 那其實我們都比購入的電力 都非常的都是低很多 那所以民眾就會希望說 是不是 尤其是非常多中小企業廠商 他們沒有辦法花那麼多錢 那再加上 有可能三月份的電價審議委員會 未來對於電價的發電 也會做適當的調整 那這可能都會漲到民生電價 以及所有的產業的用電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辦法調整 再生能源的這個電價呢 再生能源部分事實上現在 對新的這個離岸風電 其實都已經是讓民間來買電了 不用鈍購費率 那所以台電對離岸風電 沒有再用這個鈍購費率來收購 那太陽光電的部分呢 事實上從今年開始 那越來越多的企業呢 會把甚至現在的鈍購費率 會變成是他們自己去買電 所以這個太陽光電來 鈍購費率給台電的部分的佔比呢 也會逐漸的來降低啦 那因為發展再生能源 對整個國家是很必須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支持這個再生能源的發展 對 可是我們即便是很必須 我也認為啦 因為未來整個就是說世界的趨勢 但是在目前我們我們目前看到 其實我有找了一張 就是你們去年跟前年的電力供需的概況 發現其實我們今年度的就是工業用電 就是減少非常大嘛 然後我們的工業用電 工業部門的用電 它的需求是佔底是56.1% 它就降低了2.8% 所以其實這是因為全球景氣的關係 以及我們是仰賴出口的關係 那導致於我們目前沒有缺電的問題 有可能是因為景氣不好 那工廠的生產沒有這麼大的需求的情況下 所導致我們電力需求沒有這麼高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對於光電的這個發展要進行一些調整 我們再回來看喔 就是看我們的電力結構裡面喔 其實我們發現在生能源即便是 但是我不要講你們是錯誤的能源 錯誤的能源 等一下你陳院長就跳腳了 但是我們總要檢討 可以檢討 我們總要檢討 因為即便是目前我們希望我們的再生能源佔比增加 但是以目前你們的速度 要達到你們2025年想要的20%的那個目標 是遠遠不可能 除非技術進步 那現在目前我們有什麼樣子技術進步的能量嗎 能夠讓我們2025可以 而且我再說一下喔 尤其是太陽能光電 我有看過台電的就是太陽能光電的發展 跟一般就是民間的太陽能光電的發展 其實為什麼民眾對於光電業的發展 認為需要做部分的檢討 那就是在法令限制的模糊的空間裡面 第一個我們有沒有辦法提高太陽能光電的效率嗎 即便我們要再生能源 我們也希望說技術進步可以促進光電發電的效率 在既有的就是設施上面 我們有沒有辦法提高光電的發電效率 以及怎麼樣子在臨近民宅 臨近其他就是說設施裡面 那怎麼樣子就是有退縮的這個機制嗎 所以在法令上面 有沒有可能在520之前 你們做一個檢討 要在法規上面做改變 委員我聽不太懂這個退縮的機制是什麼 我是說 他在一塊地裡面 例如他比較接近民宅 或者是接近 因為有時候接近民宅 他是可以設置光電的 那這個部分你要不要做退縮的機制 然後這個 這要修改法令對不對 其實是我們的規範 不需要到法令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不是必須要做一個 然後發電的太陽能板也有非常多種 那未來比較高發電效率的太陽能板是什麼 那未來是不是大家應該要採取高 就是說高效率的發展的 就是高效率發電量的太陽能板 這都是需要做一個進一步的檢討 不然以目前台灣剩餘的土地有沒有辦法 就是說全面性的發展 然後你全面性的發展以外 對於民眾而言 他們會不會覺得受到困擾 因為太陽能板在旁邊很熱嘛 很亮嘛 這都是一種嫌惡的設施嘛 那民眾會 這也會影響到民眾居住的品質 你不要笑啊 太陽能板是邪惡的設施 這樣的講法 嫌惡啦 嫌惡 嫌惡 被人家嫌被人家討厭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 太陽能板被人家嫌惡的措施 這樣的講法 我想跟一般的理解是不太一樣 可是我完全尊重委員講法 確實太陽能發電的技術一直在進步 我同意你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有更好的技術 我們當然要採用啊 這個我完全同意 然後呢 不要讓民眾覺得嫌惡 這個再大距離要退縮 這個我也同意 所以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如果這個太陽能板 離居住的地方很近了 目前我們有規範 它四周一定要退縮 然後用綠帶來隔離 那不要造成 這個附近很接近居民的一個 這個視野上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太陽能面板的 這個要用更高效率這個部分 那第一個我們會在技術上 這個希望業者不斷的研發 那第二個如果有這個技術出來 其實廠商也想擴散去改變 用更高效率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要看在國內的發展的情形 那如果我們知道就是以目前來看 就是如果沒有先進的技術之下 我們的再生能源的就是發電量 不可能達到20% 那如果今年的產就是產業的景氣 就你們預估還是有可能是往上 然後需求增加 那用電量增加的情況下 那你們緊急用電會不會用到核電 這個我們都有準備齁 所以就是說第一個我們當然要發展再生能源 第二個我們都會在前一年就會針對 譬如說今年的話 我們前一年就在盤點 今年可能的用電的情形 那你們自己要不要修核指能反映設施管制法 就是我們的核電廠研議的條例 我…我…我一直在… 謝謝… 謝謝現委員易奉的質詢 謝謝陳院長的答詢 接下來我們請 林委員國城